草原省份每年都差不多在这个时候迎来最为寒冷的天气 不少人恨不得天天待在家中不出门 不过对于攀爬爱好者来说 寒冷的天气却不是问题 加拿大草原省份的大部分地区 目前极寒天气警告仍然有效 上周六在曼省的温尼泊 当地气温加上风寒效应达到零下22度 人体感觉有如零下40度 位于红河附近的高达20米的冰塔 在周六向公众开放 任何有兴趣的人士都可以参加这项一年一度的冰塔攀爬活动 不过加拿大环境部还是提醒民众 如果有呼吸问题或是肌肉酸痛等病症的居民 最好还是待在家中 出门时要穿戴好保暖衣物 注意防寒 煮 reason 煮炸ks casual 煮炸汤 dites 煮炸汤 煮炸汤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